今次介紹的單位屋主是個廣告人 難怪這間屋簡約又有型格 但其實單位裝修之前原來是這樣的 今次這個單位位於馬鞍山的星圖灣 面積大約五百多呎 屋主是一對三分的夫婦 而這個單位的缺點主要就是 他分開了兩間房 每一間房的面積比較小 而且屋主又不需要兩間房那麼多 所以新的設計我們把間隔拆掉 本身這個長型的客飯廳 其實廚房用了間隔去間開了 如果放了所有的裝備 令到裡面的儲物空間不夠 還有有走廊的關係 所以飯廳的佈局不知怎樣擺放 還有這個單位最大的缺點 因為本身發展商利用了很多專長間隔 令到室內的陽光不夠充足 所以今次我們整個規劃 就是將這些缺點逐一去極妥 原池本身廚房是用專長間隔間隔了 令到這條走廊又長又窄 以及不夠光 所以新的規劃我們就根據這些缺點 將牆身拆掉 改成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可以令到我站在這個空間裡面 比較光光 始終就是廚房裡面有隻窗 以及客廳有隻落地的窗 同時之間有兩隻窗 令到用餐區光光一點之餘 還有可以將這個用餐區 融入了廚房的一部份 可以令到兩個不同的功能 二合為一 可以省到空間之餘 令到整個整體的感覺 貴一點和過慢一點 開放式廚房 近大門的牆身 儲物櫃和雪櫃等等 都跟大門一樣用了炭灰色 至於開放式廚房的高身儲物櫃 以及用餐區的餐桌和餐椅 就用了白色 兩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之餘 在視角上會有更加立體的感覺 今次的廚房放棄了傳統款式的秋油煙機 改用吊天花的中島式抽油煙機 有一點是不會遮住窗和光線 讓陽光可以引入用餐區 由於屋主平時都會在用餐區做事 所以設計師就在餐桌上 預留了充電的位置 我們在客廳和廚房之間 設計了一個接拖門 原因是新的設計 我們改成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始終有油煙的問題 而這個接拖門 就可以隔絕了這個油煙的問題之餘 亦都可以分割兩個獨立的空間 在用餐區的上面 設計師做了個假天花 用來收起車油煙機的後館之餘 還可以隱藏接拖門的路軌 和原跡的橫樑 看上去簡潔舒適的客廳 原來設計師都花了不少心思 我們將電視櫃吊起來 令到整件事輕盈之餘 以及沒有那麼壓迫 還有電視的feature wall 我們這個竹形 其實經過一些光影的反射 會令到這個feature 可以配合調子的玻璃 整件事更加一體化 為什麼我們會製造這個feature wall 原因就是 它的灰綠色的感覺上 就會帶給屋主柔和的感覺 還有再配合地面的無紋磚 你會看到一個強烈的對比 把梳化放在這邊長身 這樣就可以飽覽整個科學園的景色 還有就是有海景看 主要就是不需要看著 隔壁單位的露台 一般新樓來說 這個露台可能讓它浪三用 反而這次這個單位有點不同 因為屋主工作的關係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廣告人 它需要在家裏構思 找靈感 所以我們都預留了一張 能夠飽覽套路港的海景 之外也可以讓它量度用 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原積兩間睡房之間的空間 新的規劃 我們將所有間隔拆掉 原因就是 屋主的要求 它需要三邊落床 我們將原積的客廳 和睡房之間的房間拆掉 改成一個高櫃 可以利用這個高櫃做一個間隔 亦都可以偷渡主人房的空間 可以滿足三邊落床的需要 主人房的背場用了灰藍色 床架和床頭櫃 還用了黑色做點綴 再配合兩邊的水泥吊燈 夜晚的感覺會更加悶地和放鬆 而走到這個位置 就是近廁所的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主要是屋主拿靈感的地方 將來屋主會有小朋友 都會是一間寶寶房 這兩間房間之間 我們亦都做了一個玻璃的拓門 可以分隔兩個獨立的房間 至於玉色的長身 選用了灰綠色的網民瓷磚 配合鏡箱的燈光 會更加突顯出網民的立體質感 而為了配合灰綠色的網民瓷磚 還特別選用黑色玻璃鏡面的煤氣爐